问您查博一则有人人伤亡的最新火警新闻 在台中市平等街澄清医院对面的移动民宅 天天凌晨两点钟发生了机车遭纵火 引燃住宅的火警 而火灾现场是两层楼的老旧建筑 有三名住户受困 目前已知其中一名男性住户被烧死 另外两人下落不明 而停在屋外骑楼的二十几部机车和轿车也都被烧毁 警方目前正在积极的调查